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美光公司今天宣布将不再与台湾记忆体公司TNC合作 不过他们还是希望能够获得政府对TNC同样的支持 南科董事长吴家糟表示 台塑集团旗下的南科及华雅科与美光的合作 与政府对地院产业落实技术深根的政策并没有抵触 南科也已经花了八年的时间来建立基础 并将与美光签订十年的合约 预计在2012年可以具备独立支撑发展的能力 台湾去年有五万六千对夫妻离异 虽然比前两年降低但数量仍十分惊人 相爱容易相处难当然已成往事 一哭二闹三上吊并不是好办法 该如何与另一半协议才能让对方愿意放手 离婚之后又要如何跟子女解释爸妈之间的战争 避免小孩受到二次伤害 还有财产分配和限量费该如何处理 都是婚姻触交之后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信聪 今天我们来说离婚 我们不是要教大家我们离婚不离 我们大家都知道结婚是需要缘分跟勇气 但是如果真的要离婚的话 他需要的是智慧跟资讯 很多妇女朋友因为资讯不足 而在婚姻上吃足了苦头 他可能遭受到家庭暴力 或是其他种种的 不管是外遇或其他的因素 最后在离婚之后又惹了一身心 然后其实该要到的什么都没要到 其实很多人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去离婚 而导致于离婚之后 包括自己跟小孩子的权益 都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 这几天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 就是包括说有一对同居的男女 那个男的呢 因为自己的感情因素 居然自己开着快车 喝完酒之后驾车 然后让他自己的女儿 就断送了这样一个生命 为什么我们这样子做夫妻的感情 走到了尽头婚姻走到了尽头 居然要我们的子女来去做陪葬 付出惨重的代价 到底要怎么离婚 离得衰退 离得清晰 今天好好我们来谈 如何离婚离得有智慧 我们先介绍今天的三位特别来宾 首先我们欢迎是 儿卜联盟基金会的执行长 王玉敏 玉敏姐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知名的民法的大律师 陈介之陈律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两性专家廖慧英 欢迎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刚才说 今年好像台湾离婚的贵劫万对 到底说这个离婚的情形是怎么样 而离完婚之后 双方不管是夫妻 或者是子女 又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 这一阵子 台湾不管是在吵 艺人的这个婚姻 这个新闻 或者是说 在整个社会新闻 我们都看到 好像悲剧是不断的重演 到底怎么样才能避免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则报道 名人婚姻亮红灯的例子 近来频频登上版面 从王静怡 陈薇桃 到伊南静 哈林 而丈夫不同意离婚的潘岳云 让自己成为婚姻中出轨的复兴人 在现实生活中 类似潘岳云 一方想离 一方却不肯的例子不少 妇女团体表示 我国法律对肃请离婚的条件 相当严格 让已经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无法好聚好散 目前离婚的条件相对严苛 她没有办法举证是说 譬如说先生 严重家暴失踪 然后遗弃等等 所以没有办法离婚离城 我要离婚 没有人结婚就想要离婚 但如果婚姻真的走不下去 由于夫妻在法律的权利 义务上都被视为同一个个体 有些权益也不得不注意 包括了要放弃请求夫妻 剩余财产分配权 变更保险受益人身份 还有子女监护权 或是抚养费用 离婚时最好都要登记确认 屏东就有一位民众 和妻子离婚半年 却因为忘记办理放弃夫妻财产 结果银行要求他要负担 前妻欠下的卡债 银行合法的要求 法官也爱莫能助 而离婚之后 家庭组成从双亲变单亲 不但是收入减少 孩子心情上的调适 也成为家长很大的挑战 比较跟一般小孩不一样 就是说他会比较 把注意点放在我的身上 就会特别会 他会比较会 察言观色会看 就是比较敏感 然后就会比较有点冲动 胡先生害太太离婚快三年 附带母职还兼了两份工作 他说一开始不仅辛苦 对孩子也觉得是个亏欠 现在孩子已经接受单亲的事实 心境也变得早熟 俗话说 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 看来离婚影响的 也不只是两个当事人而已 其实成年人要做什么决定 都是他自己的理性选择 但是小孩子何其无辜 刚刚我们看到说这个单亲家庭的小孩子 恐怕这个依赖感会特别的重 而且他恐怕会受到一些伤害 但是更惨的是说 如果说这些单亲家庭 不管是爸爸妈妈 因为自己的不理性行为 而断送了小孩子的宝贵生命 这个真的是后悔不已 可是我要请教玉敏 就是说现在我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大家都还是把子女当成是父母的财产 他爱怎么样就爱怎么样 所有的外人都没有办法介入 我要说的是说 不管是像那个 因为车祸而死亡的那个家庭 你当然就是说这个家庭有出问题的 可是我们能做什么呢 作为外人我们都不能做什么 除非父母自己改变自己的观念 但是又很困难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保障小孩子的权利 对 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 就是说现在孩子 有一些不只是父母的财产 我看到比较 我觉得很痛心的是 他变成是父母亲彼此报复的工具 其实我们看到 之前你提到的那一个新闻 我就觉得 其实对孩子真的非常不公平 那过去我们也看到 有这种是爸爸 可能为了要妈妈离家出走 要他回来 他就是扬言说 你再不回来 我要对孩子不利 然后之前有个案例 他这个其实他本身还拍过广告 非常可爱的小男生 结果爸爸居然真的载着这个孩子 到北海岸 然后放火 烧了孩子 也烧自己 可是后来爸爸因为自己觉得很痛 就是自己赶快把活扑灭 结果那孩子就活活被烧死了 那其实让人家最痛心的是说 孩子怎么可以成为父母亲报复的工具 我觉得这一点是让人家最不能忍受 可是我其实每次在看这种社会新闻 我一开始是不想看 我到现在是不敢看 因为你看了之后 你能怎么办 你只能说怎么会这样 这个父母怎么那么狠心 可是问题还是一直在发生 我们还是一直有这种社会新闻 怎么解决 对 其实我觉得当父母亲这个婚姻开始出现状况 跟问题的时候 也不会是一下子的 一定是有迹可寻 那这时候其实很重要 就是说除了他们 他们当事人如果真的理性不下来 周遭的人事实上可以稍微帮他们做一点事情 譬如说他如果觉得这个时候带着孩子 其实很有压力的 我觉得周遭的亲戚 或者是他的爸爸妈妈 暂时把孩子接过来 可能都是一个可以稍稍微去 至少你保护到孩子的安全 那另外就是也不会让夫妻 可能在很心烦的时候 孩子还成为他们另外一个压力 或者是冲突的导火线 可是现在就问题来了 就是说如果双方离婚之后 接下来一定要真的除了财产之外 就是小孩子的监护权 那到底法院会判给谁 刚刚谈到说 譬如说法院判给这个爸爸 然后这个爸爸明明就有问题 然后妈妈想要说 我把这个小孩子接过来自己住 可是不行 因为监护权已经属于爸爸那边 我请教一下陈大律师 到底法院在判监护权的那个标准是什么 是不是一定要判给有钱的那一边 他才会说比较有钱才拿得到监护权 比较穷的有一些妇女 他就说我没有工作能力 我就拿不到监护权 法院的标准是什么 现在法院的监护权认定的标准 其实很有弹性 那民法上已经明确的规定 法院在认定监护权的归属的时候 其实要以小孩子的利益 为最终的一个判断的依规 所以法院一旦受理到 有关监护权的征职的时候 多半会先请一些社府团体 先介入去进行访试 了解一下这个父母亲双方 他的家庭的背景 然后亲属支援的能力 对于未来子女教育的方式等等 综合的做一个观察 然后请他们提供建议 再作为法院一个判断的基准 所以现在法院所单纯认定 监护权的归属 不会只看经济的问题 事实上现在法官也常常说 只要养活一个小孩子 大概一个月能够支付个 一两万块钱 其实就可以了 所以并不需要说一定是这个经济 赚很多钱的那方才能够监护小孩 所以法院最主要是判断 谁对于小孩子最好 那么要求另外一方 如果经济能力强的 你就多付一点抚养费 那抚养费的一个计算的基准 当然现在也不一定是像传统 那么僵固 它会按照双方的经济能力 再来决定一个合理的抚养费的基础 所以我想过去那些传统官 在现在的法院里面 其实并不是这么的常见